大家好,我是抄子 炒土豆丝,10个人会,但是9个人都会做错 难怪不如饭店的好吃 今天抄子教大家如果在家炒一盘清脆爽口的酸辣土豆丝 首先准备两个大小相等的土豆先用小皮刀挂掉外皮 去皮的土豆清洗干净放到案板上 炒土豆丝用刀切才是灵魂 先在土豆的一侧切上几刀 然后再放倒,把土豆放稳 这样再切时就不会打滑 再切成薄厚均匀的薄片 土豆丝不要求切得有多细 但是最好是粗细均匀 这样在炒的时候成熟度才会一致 剩下的一小块也不要扔掉 我们采用偏刀法把它片成薄片 安全底不要伤到手 这样切的土豆丝整个土豆一点也不浪费 全部切片以后把它们码平 用手按压再切成细丝 我们要练习好的刀工 可以先从切土豆丝开始 全部切好以后 准备一盆清水 切好的土豆丝放入清水中清洗两遍 洗掉表面的淀粉 这样炒出来才会利落清口 再准备一点配料和小料 一个青椒清洗干净 用到拍一下 从中间片开 切辣椒也是有技巧的 很多人都像我这样 先切成长段 再竖刀切成细丝 其实这样切的辣椒丝口感不是很完美 我们可以按照这种方法斜刀切成细丝 其实是跟切大葱是一样的 斜刀可以破坏它的纤维组织 炒出来口感更加脆爽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少许葱花 蒜片还有干辣椒段 起锅做水 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放入泡好的土豆丝 在锅中焯水 下锅以后心中莫属40个树 开不开锅都要把它捞出来 要想吃更加脆爽一点的 可以冲下冷水 要想吃面一点的 可以不冲水 冲完水以后 一定要用勺子压干水分 另起锅 或烧热放少许油 炒土豆丝要想好吃 离不开花椒油 放入几粒花椒 爆出香味 炸黑炸香以后 用罩里捞出来 放入准备好的辣椒炖 蒜片和葱花 爆香以后 迅速放入土豆丝 放入青椒丝 沿着锅边 烹入少许白醋 或者米醋 大火快速翻炒 做这道菜 要放两片醋 第一次放醋 是为了口感 调味放入一小勺盐 一点点白糖 中和醋的酸味 一点味精 或者鸡精 继续大火翻炒 是调料化开 接下来 第二次烹入米醋 或者白醋 这一次放醋 是为了增加酸味 简单翻炒 拔了两下 出锅之前 玲珑花椒油 蒜末 大火翻炒均匀 起锅装盘 这样炒的土豆丝 酸辣脆爽 吃起来 就是饭店的味道 如果您喜欢这道菜 可以关注点赞收藏 有时间 按照我的方法试一下 不好吃 您提了土豆来找我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